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第六步的T1报告 很多时我经常听到朋友跟我说 加拿大报税很高 我说是也是的 但很多时候他们都以为是一个税 原来加拿大是分别由联邦政府管车整个联邦 我们还有分省 另外还有省我们也要交省税 所以我们交两个税 第五步先讲关于联邦税 联邦税这个表里面的联邦税的部分 就看到一个浏览 很多时候我听你说 人们都可能会误解了浏览 我们不如现在就用这个时间去解释一下 其实听我和你聊天 都知道是我们加拿大税是一个类进税 所以在这里会看到每个Tax Bracket 我们英文叫 就是每个税阶 究竟是由多少钱到多少钱是哪个税阶 而打多少税 你可以看到这里最低的税阶 我们只是联邦 就是15% 去到最高的如果超过了23万5千的话 就会打到33% 那很多时候 那些新来的新移民 他会觉得混乱 就是说整块钱 如果大家 譬如他是10万元收入 他只是在10万元收入那一栏 第二栏就出了整块钱 就觉得为什么会变成 不是类进税吗 为什么会是 只有第二栏有的 你是不是一次过打了我一个税阶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在下面那里 有一个叫做803元8毫半 其实就是第一个税阶 53359的15% 那我现在说这些数字 其实是用一个2023年的税表 那2024年的税表 那个Tax Bracket 那个银码会有点不同 那大概57万左右 这样 那其实就是说 已经是将最低的税阶 那个数字 放了下去 那个LINE 73那里 74那里 就是帮你计好了 是的 前面那笔究竟要交多少 而出现在第二行里面 那条数字呢 是帮你计 减缺了前面那条数字之后 上面那一部分要交多少税 是的 所以就不会说 你是因为去了 第二个税阶 你将整个收入 就打到第二个税阶 就不是这样的 是的 这个就要清楚一点 清楚很多了 好 那接着部分B 就会是我们免税额 叫Tax Credit 这个免税额是 Non-refundable Non-refundable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 即使你有这个Credit 而你用不完 税额是不会给你 那块钱 就是打个譬如 如果你是完全没有收入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15000元的Credit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那大概 那就是2000多元左右的Tax Credit 15000元的话 就在联邦上面来说 就是Equivalent是2250元 那它是不会把这2000多元给你 所以就叫做 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那在每个人都会有 15000元 那个人免税额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 很多时候 已经有点混流了 因为呢 上一次我们讲的是 Deduction 今天我们讲的是 Tax Credit 那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会混乱了 或者混乱了 这两样东西 Deduction 就是将你的收入减低 然后呢 可以用来计算你的 Taxable Income 而至于Tax Credit 就算从字面 其实都应该会容易点理解 就是说 计算好你要交多少税 然后你有多少Credit 直接减你的税 所以呢 两样东西就不要搞乱了 第二呢 就是刚才说到 那15000元呢 那很多时候 我经常都听到 有些客人跟我说 他说 我今年有28000元的免税额 即是BC省住 我说 为什么你有28000元免税额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就混淆了 以为呢 联邦的个人免税额 和省的个人免税额 是加上等于total 你可以减的免税额 但是我都被他们搞到 我很混乱 哈哈哈哈 然后呢 我就说 不是呀 因为我们一要交联邦税 二要交省税 只不过 你有15000元的联邦免税额 你就在联邦的税 可以有扣减到 刚才Raymond说 15000元乘以15% 这一部分 你可以减的 而至于省 省的部分 再乘回省的税额 然后扣省税 就不是加上等于 你呢 譬如你找 28000元收入 你就完全不需要 交任何的税 因为你是零收入 不是因为这样的 好了 可以继续说 刚才Raymond也说了 有些tax credit 就是你今年没用到的话 那就sorry了 下年没得用 因为叫non-refundable 但是呢 等一下又会说到另一只 就是如果今年没用到的话 那它就会以refund形式给你 还有一样要补充 就是说 我刚才有说 为什么乘以15%呢 那tax credit和income deduction 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 我们现在讲这个tax credit 15000元 或者是其他之后讲的那些 最后会乘以15% 为什么15%不是16%呢 其实15%就是联邦税的最低税价的15%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说 假如打个例子 如果我是在找25万的话 如果这个个人免税项 是直接减收入的话 那我就会省了7500元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超过了25万的话 我边际的税率 marginal tax rate 就会给到50% 就是大概 那就是说我每省1元 我就会省5毫子了 那如果这个个人免税项 是收入扣减的deduction的话 那我就会省了7500元 但是在另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我是在找大概可能是4万元 而我个人免税项是15000元 如果这个当是一个deduction的话 那其实我只不过是省2250元而已 那就差很远了 是的 所以就是不公平了 加拿大很讲这个大外公平 大外是想讲的 整天都大外 公平 所以就不公平了 变成是越有钱的人 省的钱就越多 所以呢 在加拿大税制里面 就分了income deduction 和这个tax credit 而tax credit 无论你收入多少 都会打回加拿大的最低税界 所以这里就会公平了 嗯 好 那就继续讲 大概通常有些人会有些什么的问题 首先就是说 很多人都会在自己报的时候 都会报一个叫 eligible dependent 很多时候呢 就有很多在香港过来的朋友就会问我 哎 我在这里呢 我供养父母的 或者甚至告诉我 香港父母呢 他在这里给钱回去供养 他说 那这个报税 我是不是可以 有些什么东西扣回呢 这样呢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水土不服的认知了 哈哈哈 香港是有一个供养父母 甚至是供养子女 嗯 那但是这里呢 是不会有个免税额的 那等一下讲了 因为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他是用另外一个形式 refundable tax credit 牛奶金的方法 去给钱了 所以不会额外再 在这个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会有的 而大家也都好 有一个认知的错误 就是用一个英文去 直接去译回 我们的税例上面的 一些特定的字眼 那而这个eligible dependent 其实就是说 只是给一些单亲人士 而他也是在照顾 未成年的子女 或者成年了 但是他有一个障碍 所以才可以去申报的 一个tax credit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 如果我们结了婚的话 我们有一个spousal amount 在上面那一栏 而spousal amount 如果我们结了婚 大家一起有配偶 而有子女 他就不可能可以清理到 这个免税额 我其实也有些客人 他真的有些父母需要照顾 不过那个父母是患了一些 譬如老人痴癌 老退化症 已经不能照顾自己的一些父母 他不一定会和他父母住的 他也告诉我 他也有些tax credit可以用到的 那是其实在哪里出来的呢 那就会在那个Canada Caregiver 那个amount那里 会产生出来 OK 但是你claim这个 亦都要有多重的事情 需要去留意 首先第一 就是家庭医生要写一张纸 是证明了 那个人是infirm 即是physical 或者mental 另外亦都要证明 就是这个人 是靠你去生活的 就是你要在一个金钱上 要资助他 还有这个人要是加拿大商务居民 那这三样情况之下 那你就有机会是 可以申报到这个tax credit 当然也会有很多详细细节 今天就不讲这么详细了 因为也会有很多事情要去留意 另外就是会 常见的tax credit就是 EI或者CPP contribution 就是说你上班的时候 会供一份CPP 也会供EI 那供了那部分 其实会是一个tax credit 那就会有得扣减 另外就是你上班的时候 你赚一个 叫employment income 也都会有一个 叫employment amount 那就会是1368 嗯 那就会 无论你一上班 你一有employment income 你就会有这个 amount 那我说self-employed 那有没有 self-employed 是没有的 不好意思 我都在employed 所以自顾就是惨的 还要供两份CPP 好 另外home buyers amount 很多时候 那些人不记得 就是说是给一些 首次置业人士 如果他真的买楼的时候 买了个自住物业 那他可以claim一个 叫home buyers amount 可以直接就最多是1万元 那就是给一些 首次置业的优惠 另外因为可能 很多时候有些 moving expense要添置 有些是claim不到moving expense 那些就会是给一个 home buyers amount 另外就会是 收pension 收pension income的话 最多是2000元 pension income 如果你是RIF RIF的话 就自动就会是 拿到这个2000元的了 是我 withdraw with2000元的时候 我就可以对得到 这个2000元的tax credit 当你有1元的pension income 你就可以拿到2000元的tax credit 所以有时候 我们有些税务的策略 就是做filing的时候 例如是说 可能是RIF 或者是公司派的pension 我们可以做一个 叫income splitting pension splitting的策略 就将它spit 最多50%去配偶 那配偶 可能他未是65岁的 也没有一个pension 即是退休的金 但我们可以拨他过去 他是一个低的税佳 那就能够他 不单只可以给低一点的税 而且他也会拿到2000元的免数价 好 另外常见的就是tradition fee credit tradition fee 不是说就这样上学 或者上一些兴趣班就可以了 那些tradition fee credit 一定是一个大专院校 读的或者大学 读的科学费 才可以扣减的 那如果是配偶 有毒度 或者子女 他当年没有收入去抵消 那可以最多是拨5000元 去给另外一个人 家庭成员另外一个人 去报了这个免数额 其实你刚才说到 你回那间学校 他会给了一张tax form 你就要去跟学校搞 扔印 那就是make sure 你真的在那间学校读 那就有这个tradition 可以用来报税用 另外就是最常见的就是medical expense 也是最复杂 最多人问 是的 就是说是否每一元 花了就会有得去扣呢 或者是什么为之medical expense 是吧?我怎样才合资的?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如何为之medical expense 先是第一件事 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 一般来说你买药 看牙医 那其实在官网上面 又说到究竟是 怎样为之 eligible medical expense 有时候甚至乎是 你买私人保险 那些医疗保险的 Premium 延伸性医疗健康保险 extended health insurance 对了 配颜镜可以吗? 配颜镜可以 是prescription 那这些都可以是 eligible medical expense的一种 那你可以上官网去看回 你只要search eligible medical expense cra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整一堆 有些什么是符合这个资格 那你知道了 什么为之medical expense 之后呢 就要看回是否 你花1元就会有1元credit 那其实不是的 那它那个税法的概念 有一个叫占底费 就是说你的医疗费用 首先第一要超过你 正收入的3% 超过了部分 才会落到这个tax credit里面 又或者你有一个限价就是 2635元 是的 那因为如果你去到可能50万收入的话 那3%就会很多 那所以它是以低的那个银码为主 那就是2635 或者是你3%的净收入 嗯 超过了部分才可以去扣减 还有如果你一个家庭的话 可以夹在一起 的夹在一起 然后claim下去一个人 嗯 而claim 先生或者太太呢 就要看看当时的情况 那我们做税的时候 也会计算一下 嗯 那不如我们拿个例子 讲一下 就是刚才我和Raymond也计过 这个2635元是他们的maximum 的话呢 那大概呢 那个收入是说 大概7万9元的年收入呢 他就可以叫做maximize 到这个的benefit 那好了 如果他真的是7万9千元的年薪的话 而他的medical expense 是有6千元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会说是 当年6千元就会减去2635元 而剩下的2365元呢 就会跌下来这里的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那而最后呢 就会当然了 就会加上其他的tax credit 去乘以15% 那就会省到那个税 就是354元左右 即不是全数2365元呢 用来减掉你的税 是的 到最后呢 你是省到350元而已 即使你是花6千元 那所以这个要留意了 那当然还有一个donation donation呢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在加拿大捐钱 是有一个退税的 免税额的 而这个免税额呢 不是15%的 嗯 所以就鼓励大家去捐多些钱 那个怎么去扣减法呢 那其实就是说 头200元是15% 之后呢是29%的 那也都可以去carry forward 去5年 加上5年的 那所以有时候 我们做税的时候 可能见过客人 每年都会给 可能是100元 去捐一个慈善机构呢 我们会建议去不去claim住的 因为100元 其实就是等于15元的退税 那但是当你超过了200元 超过了部分 就是29%的了 那所以通常就会叫它carry forward 就是去到第三年才去claim 那那里就会有少计划 planning 就可以去搞了 那就是说如果假设我捐1万元 那当年呢 我就减去那200元 就是约略了 那1万元乘29% 就是有2900元 就是我的tax credit 假许我要给1万元这个税的话 那我就可以给少2900元税 对 对 donation Raymond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除了你真金白银 拿现金出来donate 其实也有些人 是会用保险 新雇赔偿 直接写一些慈善机构 作为受益人 那一笔的新雇赔偿 那一笔的新雇赔偿 就会成为你当年的donation的金额 那就成为了29% 那如果假许你本身的 最后个人入息税很高的话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可以帮你减低很多个人入息税 那也有些人 是将每一年的公款 作为一个donation 然后他也可以用那笔钱 成为他可获得的tax credit 然后每年帮他扣减 他的个人入息税 所以其实在加拿大 就是很鼓励人去做donation 那也除了用现金方法 其实也有很多方法 可以帮到其他有需要的人 那我觉得好过交了税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点 Net Federal Tax 就是剩下的联邦税 那这里又有些什么需要留意的呢 那这里最常见就是 Federal Dividend Tax Credit 就是说在加拿大 在我们投资加拿大的公司的时候 收到那些Dividend 那他们会后面有一个 複杂的计划 那最后会有一个叫做Dividend Tax Credit 给你 那这个Credit就不关那15%的 那所以就会 为什麽就会去到part C的意思呢 就是因为不会乘二百分之十五 如果你收到一个投资回报的税单 上面就会分别写 你有多少钱资金 有多少钱资金 有多少钱资金 或者是资金资金 亦都会看到一个叫做Dividend Tax Credit 是不是在那里找到这个资料 就是填到这个part C的Net Federal Tax 那里呢 没错了 基本上在T3或者T5 就会出一个这样的 Tax Credit 那你就要填下去 那如果你用一些App去做 那你填了Sleep的银板 它自动就会帮你加上它 那如果你手填的话 你自己手计就会加上它 好 那意思就是说 你投资加拿大的股票 其实有少少的税务优惠 那原理它不是说 你鼓励你去投资加拿大 只不过是说 加拿大公司本身已经给了税 那所以呢 就不会双重打同一个税 那意思而已 跟着就 其他的那些呢 就不是那么常见 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那 Step 6 就是说Refund 和Balance Owning OK 那Refund 其实就不只是说Tax Refund 很多时候那些客人就是 就是有些混乱 就是说 他那块钱整块钱都是Refund 他可能说去年 我去年收了Refund 是1000元 为什么今年只有500元呢 那我明明收入一模一样 跟着租金又一模一样 就是什么都一模一样 为什么会收少了呢 就说我们保错税的 哈哈哈哈 其实呢 很多时候就是说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会在那里发生了 那例如是说 很多时候 CPP Overpayment 有时候就是说 你的雇主是扣多了你CPP 然后在报税的时候 计算的时候 就变成了你给多了 他就在这里给你 那不是税 也不是你要给的东西 是的 总之他就给你了 有时候最常见就是 就是在当年去换工 转工 转工 最常见 那就是会说 可能你在 你是一个比较高收入的人士 你是找到七万多了 就是在年中 已经找到七万多了 那间公司 不会再扣你CPP EI的了 因为已经超过了需要了 但是你转另一份工 就是由头计起的 所以他又会再扣你的 但是当你报税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 所有你之后给的CPP 和EI 都是给多了 所以他就会在这个地方给你了 我想问一下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如果我是有要认知的话 我可不可以和雇主说 我够那一年的CPP contribution 是不行的 是他根据 因为他雇主那边也会供的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政府是赚了的 公司供那份就是没得refund 但是个人那份它是refund到的 个人就等于refund 是的 没错 那就会在这里反映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叫Canada Workers Benefit 这个很常见的 如果他是上班 赚了一个employment income 或者是self-employed 但是他的income 大概是少于三万元以下 那他会有一个叫做CWB 就是Worker's Benefit 其实就是鼓励你去继续工作 即使你做事的收入不高 那所以他就 就是与其不做事 那不如就再给多些钱 你等你去继续工作 那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benefit 那和那个tax是没有关系的 那但是要首先第一 你的那个净收入要低 二万多三万元 二万多三万元 二万四二万五万元 是的 还有 那么就会拿二万四 就会拿到最高 最高的银码 那还有你那个 你要有一个的employment income 或者self-employment income 你才可以去合资格 合资格 是的 没错 还有你要当年是税务居民 是的 你全年都是税务居民 你才可以的 那另外就会有一些 你可能尤其是自雇 自雇或者有租金收入多 或者是平时有些利息收入 或者是股息收入多的 就是没有在source那里 叫reholding 就是没有给予缴税 那税果在刚刚这个时候 应该很多客户 会收到一个叫installment reminder 是 那就是在这里出现的 那刚刚就 因为很多人问 他就会要你交一个预缴税 是 那么 那个详程怎么计算 我就不在那里怎么说 因为都比较复杂的 但是你那个预缴税 你给了预缴税 所有的预缴税 其实在这里就会放在这里 嗯 如果你当年你是 报完税之后 欠税税是1000元 而你预缴了2000元 那他就会在这里扣给你了 那你就会多一千元的refund 嗯 是的 所以有时候 不是说 你找到一个会计师 帮你有一个很大的refund 就是一个好的会计师 因为我可以叫你 给5000元的reholding tax 那你跟着之后 就会拿回4000元的refund 所以就无关事 是啊 不如将多余的4000元做投资吧 哈哈 做投资 或者帮自己做一些refund 投资在自己公司也好 个人也好 发展过业务 非常之好 好啊 今次我终于有机会了 很清晰地了解整份refund 我相信很多在座的观众 相信就算不是一定身严 就算是老华侨 甚至是本地人 我都很肯定有八成以上的人 不知道自己报了什么税 报完份税 究竟有什么 打什么资料 今次有这个机会了解更多 在第一条片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 报完税 承交了CRA之后 我们就要等CRA出一份notice of assessment 这个notice of assessment 就是说 confirm aid 我收到你的报税 并且我已经看了你的报税的资料 究竟是欠政府税 还是政府欠你税 上面也有RRSP contribution room 因为每一年都会不一样 有这些资料 无论如Raymond曾经说过 如果你要去做贷款也好 或者做很多和贷款有关 这份notice of assessment 都是很有用的 所以如果大家未收到 这个notice of assessment 以前就会记的 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记不记 我经常听到一些客人说 我怎么可以找回这些资料呢 如果你未曾开 无论你找人报税 自己报税 未曾开CRA my account 这个login 我非常推荐大家 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是失败的 你去做registration 他还要说 好了 我会再寄一个verification code 给你 有时又会寄失 有很多样东西 要打上CRA 等6个小时 被人吸了线 然后再打 快去做了这个login 的registration 之后 你就可以在上面 下载你的noa的资料 并且在那里 也可以看到你的rsp 和tfsa的contribution room 也可以看到你 有没有欠政府钱 或者政府有没有欠你钱 如果你要交installment 在那里 他都会提醒你 什么时候 几日要交多少installment 很多资料可以提醒 所以我都很推荐大家 尽快去开这个registration 你就打CRA my account 你就应该可以找到那个website 对 我多谢Raymond 你今次 教学式分享了一些T1 report里面的资讯 无论你是自己保税 或是找人保税 自己保税 我想你都要认识才可以保税 找人保税 很多时候交给他就算了 最好有月份 什么都不用想 但今次就有这个机会 去认识更多 希望下一次 我又再请Raymond上来 分享更多 关于加拿大税务的资讯 让我们的观众可以学习更多的税务资讯 好了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讯息 如果未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记得要做 和可以将这些讯息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